長和主席李嘉誠正式退休 他以往的經典金句 你又記得多少呢? 我們一起重溫一下 你如果沒有樓 我不跟你結婚 我會跟你說 你趁現在年輕 你快點找大個 我感觸就說 看見香港怎樣上來 看見現在怎樣停債不前 應該急起直追 指黃台之瓜不堪在陣 雷波不聽了聽這個神話 實在很可惜的 我一句我愛香港 我愛自己覺得 絕對不會撤資 你投資那個 陪暴力少些 我都投資在香港 因為我自己又看得到 又少些麻煩 坐飛機都坐到你門 講周知 我只能夠講自資一笑而已 就是年年起碼的 一般的知識都沒有 這個是起碼的 你誰能夠博我 誰能夠說 你的賣件事 這就叫走資 你當時買3萬的股票 你收到股息 收到紅股當然帶來帶來 收到股息再買成功的時候 今天價值超過五千倍 世界不是太多公司要五千倍 而那洞蓋 拿了股息 減所的金融 不買東西都要一千倍 好像一千五百倍 外國的集資 在說我有多少財產 最少有十年 講少了我一半 為甚麼呢 他將那個Husky 都不是我的 其實Husky 我是最大的股東 在我長和系的資產 阿威特是由他管理的 但是我第二個兒子 他有些事他很喜歡 我會全力幫他 每個第三個兒子的基金 在座那麼多人 任何猜不到的數字 繼續開演 永遠做下去 再心多謝大家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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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哥 以往股東想問成哥問題 都是要寫在紙仔上面 大家又猜不猜到 成哥退休之前 股東最想問他甚麼呢 有股東就要求 希望和成哥拍照 所以就有這張世紀合照 你看成哥笑得多燦爛 亦都有不少股東寫 多謝他和身體健康 這些祝賀說話 就知道股東有幾個不捨得他 成哥都有手信給大家 等等就是這個保溫壺 寫著 不擇勢樓 善匯百川 認真是窩心 擔去 5 反省